今天是風和日麗的攝影展的開展 然後今天來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朋友 然後其實心裡很緊張 也很感動 而且一來都看到這麼多朋友的花欄 其實很開心 就是一路的努力 其實有被支持到的感覺 這個讓我覺得我有新的動力 可以再去迎接下一個挑戰 這麼多好朋友 他們給我的支持跟鼓勵 然後今天也來了好多好多好多 好多老朋友 對 這是我這一次的攝影展的一個主照 這個主照是Penny的這一張 穿過活動的三個山洞的一張照片 那為什麼是這一張 因為我覺得這張是我整本書裡面 最後一張拍的照片 它有一個意境就是在講人生的穿越 人生是經歷過黑暗到達光明 在到達黑暗到光明 其實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挑戰 可是你要學習怎麼去穿越這個挑戰 所以我覺得這一幅畫其實是特別有意境 所以我希望它是這一次展覽的一個主照 然後這邊呢 這邊我們有分幾個展區區分 比如說這個是在講夢 就是從上棟梁的這一張 他躺在一個草地上 他開始做夢開始 他在做夢看到了什麼樣子 比如看到了羊 然後再到了小美的這一張 是在一個居安新村 然後到達這個叫夢湖 夢湖其實都是一個很 比較夢幻的一個情境的感覺 那他就在想說 那這個夢應該要怎麼樣讓它下去 就是這個是我在我腦中在思考整個的展覽 應該它是一個怎麼樣的結構去展出 然後我們就找到了一個相遇 就是人生跟夢境之間 真實跟虛幻之間的一個相遇 所以有一個人跟一隻白陸師 他們從遙遠的地方然後走過來 然後彼此交錯 對 然後再來就是到達了咒 咒就是白天 就是我想要傳達就是台灣的一天 就是在做夢的過程 我們在講的是台灣的一整天 從咒到最後的夢 所以這個咒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所有的照片都是有天空的 它都是明亮 都是天空跟明亮 所以呢 在這個區塊裡面我們講的 就是台灣的白天的美好 所以在這個區塊展現 然後呢 這一個是愚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愚院呢 是像金瓜石 這個金瓜石它非常的開朗 這是 這個是什麼事業的 它非常的開朗 它舉起了雙手 它有很多一個美好的願望 一個迎接的感受 然後這個是四草 四草呢 這個是要穿過一個時光 隧道的一個長廊的感覺 對 它也是給了你一個希望的感覺 那這個是一個空洞的花田 這個花田呢 它說 說了再見 要記得把記憶停留在盛開的美好 才不忘彼此曾經上岸的希望 其實整個都在講說 人的心裡面 你對於你自己想要的希望到達的一個境界 遇到的一個人的心裡的願望 然後這個界 其實界就是在講界線 其實我們在人生當中喔 常常會走到一個時候 你不知道你前方 前方的那一道牆會是什麼 那你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去穿過它 那我其實還是希望說 在這一個區塊的展區 是希望給大家一個希望的感覺 所以呢 雖然你遇到了一個界 就是所謂的界線 但是呢 還是在往前走 比如說這一幅畫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烏雲密布 但是烏雲密布的這個界線之外是什麼 它有藍天 所以這一塊展區 其實我想呈現的是 這樣子的感覺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它很多都是有一條線 都是有一條線 對 這裡也是 它會有一條線 但是呢 它都有一條線 但是最後還是 最後我要抓住這個花 所以最後還是要走到畫面 對 所以我還是希望 所以不管你中途遇到了什麼困難 我還是想要去呈現希望跟力量 當然這個過程是很辛苦的 然後這個是 鬥 鬥就是說當你在遇到挫折 你在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什麼樣的心情 你要有非常大的勇氣 非常大的力量 去抗衡你現在所面臨到的逆境 所以呢 這個呢就是在 這幅畫在小牛坑 然後這個是鄭裕家 然後呢 那我的文字是說 跨過一刀一刀相愛的藻盆 深不見底的怒吼 對峙者即行無焉 誰是這一場的失敗者 它其實是要有龐大的力量 去對抗這一個激進 對抗這一個失敗 它才會 它才會穿越過這個人生 所以這個鬥的意思是 你要持起那個勇氣跟那個力量 像這個也是 要穿過這個黑暗 到達這個光明的地方 那這個也是 就是過去不管怎麼憂傷 我還是要走過去 就是它是呈現一種力量的感受 那在這一個區塊 再講的是硬 硬就是 可以看到這四幅畫 這四幅的攝影作品 其實都是水硬 它都是一個倒硬 就是你可以從倒硬中 去看見 在真實跟虛幻之間 存在的一個對比 然後呢 其實那個跟我們的人生 其實也很像 就是有些時候 你不知道你究竟是在夢境裡面 或是你活在真實的當中 所以這幾幅畫的情緒 都是在講這個虛幻跟真實的過程 那一天的夢作 一天的夢作完 陽光下山了 所以就到墓 所以我們剛才在講 從日出開始到日落下山 所以這個呈現墓的感覺 都是黃昏下山的感覺 這三幅作品 對 那這個是我們這一塊 在這一次的展覽呢 會去著重幾個重點 會去展出的作品 然後在我的書裡面呢 有105幅 那現場只能展出36幅 對 但這36幅其實 分成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 其實都有它的意義在 然後以後呢 從明天開始 在這個區塊 會有一個多媒體的展區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坐下來 去了解說 這些話的意境 到底在講什麼 然後這些地方是在哪裡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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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сих Council 感谢观看